重温经典,以古见经 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为大家来讲孙子兵法 今天会开启一个新的章节 第五章,试篇 这个篇章从我个人以为是我最爱的一个篇章 只不过呢,这个篇章也确实也最无聊的一个篇章 因为它主要讲的内容是属于组织架构和指挥系统 它是军事斗争和组织建设的永恒的话题 只不过呢,讲这个兵法,大家好像就没有爱听了 只不过能不能打赢 主要的秘密其实就是在那些大家不爱听打瞌睡的部分 不在于那些人人都很兴奋的那些轨道 我们依然会有三个章节 会分三天来去把第五章讲完 原文 诗篇 孙子曰 凡致重如致寡 分数是也 斗重如斗寡 行明事也 是就是创造的 是所必然 我只要造成那个是 就必然得到那个结果 曹操的注解叫用兵认事也 要用兵就要靠是 行和是有什么关系呢 在前面说了 做事要先看行 做起来之后就要靠是 行是实力 是战略 而是呢 是也不能简简单单的把它说成是战术 或者叫执行 经常被引用的就是寻乐的有一句话 叫扶立策决肾之术 起要有三 一约行 二约事 三约情 行者 言其大体得失之术也 事者 言其灵时之意 进退之机也 情者 言其心智 可否之时也 故策同 等 而公输者 三数不同也 这里对于行的议论是很准确的 但是将事理解成了根据事态的变化而做出来的一些临时的应激质疑 这不是孙子兵法讲的事啊 孙子兵法讲的是更是向人为制造出来的一种事态 比如说造势 有点是这个意思 先造势 然后认势 随着造出来的这个事态去驱使团队 甚至去呼天唤地 孙子更强调通过造势去影响人的心智 所以寻谕说 讲的那个秦 其心智 可否 在孙子兵法当中其实也包含在事的里面 不管他心智行不行 只要给他造成那个事 他不行也会行 比如韩信的背水一战 就是把士兵造成 只知死地而后生之事 怕心一横 所以也就拼死作战了 孙子兵法里面讲的事 如果要用现在的话来说 一是战术 二主要是管理 孙子曰 凡志众如志寡 分数是也 斗众如斗寡 行命是也 管很多人跟管很少的人一样 是因为有分数 分数就是编制的意思 分就是分成连排班团军师等等 看你怎么分 数呢 就是每个编制的单位有多少人 编制搞好了 组织架构搞好了 管很多人就跟管很少人一样 就和运用自己的手臂一样方便 在现代管理学当中 就是从军队管理学发展起来的 这个分数二字 怎么分 有多少数 那学问就大了去了 你看有好多公司 整天都在研究组织架构 怎么都没有研究明白 而且业务的变化越快 对于组织架构的变革的需要 其实就越大 所以诗篇讲的第一句 就是讲管理 讲组织架构的问题 分数和行明和第一篇的那个季篇当中的武士 其极的第五是法制 法者 驱至官道 主用也 其实基本相通 曹操作解 驱至就是不驱 其至 金谷之至 分数就是不驱之至 后面主要的行明 讲的就是金谷之至 古代的军队 什么是分数呢 就五个人 为一个战斗单位 叫做一五 就我们说的五元钱那个大写的五 我们说队伍的五 当兵叫做入五 就是这么来的 五个人为一个最小的作战单位 那二十五 一百个人叫做一个足 就是象棋当中的那个兵和足 那个足 那足不是一个人 足是二十五 也就是有一百个人 现在跟一个连的是人数差不多 那五个足 就是五百人 叫做一个铝 那一个军呢 是一万二千五百人 就是二十五个铝 在古代军队当中 是以二十五为一个单位 不断的进行递增的 古代的军队编制分数 都是五的倍数 林彪发明了三山制 就把最最小的作战单元 从五个人变成了三个人 所以所有的编制都是三的倍数 最小的作战单元 就是一个战斗小组 每一个战斗小组 有三个人组成 一个战斗班 有三个战斗小组组成 一个作战牌 有三个班组成 一个连有三个牌 一个营有三个连 三个营组成一个团 三个团组成一个师 所以林彪的三三制 不同于古代的兵法 也不同于美国的旅 也不同于前苏联的师 是他自己独创的一个编制 三个人的战斗部队怎么打呢 选择有经验的战士 做那个战斗小组的组长 散开以倒三角的阵型来进行冲击 避免形成了一堆 被敌人一缩子全扫倒了 要散多开呢 要以组长听到那个喊声为标准 不然就指挥不到了 所以林彪从最小的 作战单位和战术 开始进行设计 一直涉及到整个四野集团军 这就是分数 就是至重如至寡 指挥整个四野 也就跟指挥一个三人战斗小组一样 能够方便自如 斗众如斗寡 行冥事业 斗众就是开打 指挥一支大军去打仗 跟指挥一个小分队一样 那靠什么呢 靠叫行和冥 曹操的注解叫 经骑约行 经骨约明 行明就是号令嘛 行顾名思义就是视觉上的号令 旗帜 狼烟都是行 明呢 就是听觉号令 明字是喊来听的 说文解字里面 把明来自于明明之中的明 指指晚上 晚上看不见 不知道对方来的是谁 所以就会问 口令 谁呀 就会问这些话 对方回答得出来 就是自己的团队 所以呢 名字是用来喊的 不是写在纸上的 是听觉的号令 晚上部队 所使用的号令啊 暗号啊 都是属于明 号令有眼睛看 有狼烟 信号器之类的 也有耳朵听啊 冲锋号 集结号 击鼓前进 明经收兵 这一类都属于明 现在讲 现代化战争 要讲信息化 其实军队从诞生的 第一天开始 就是靠信息化在作战 各国的名帅啊 都是信息专家 拿破仑就是 起语大士 日本战国的时候 武田信玄能够 称雄 就是他规划和设计了 全日本 最密集 也是最先进的 智慧的 风火台系统 他从 甲匪国 辐射出去 而任何风吹草动 他放几种不同颜色的狼烟 就能传递信息 调动军队 所以武田信玄的行名 不是上阵柴友 他从基础设施建设 就开始抓起了 组织架构和指挥系统 是永恒的话题 一个架构时间长了 就不适应了 公司一发展 原来的架构又不行了 所以不断的要搞组织变革 要搞部门之间的卸调 达到国家 如今搞改革 成立那么多人领导小组 其实就是一个组织架构 和指挥系统的问题 审管县 喊了这么多年 就是一个分数的问题 小刀公司 是职能部门的分数 还是事业部的这种编制的分数 各级的权限归谁指挥 县面的职能部门 是归属地管还是垂直管 兵法讲这个 其实没人爱听嘛 但是能不能打赢 其实主要的秘密 还是在于这些 大家不爱听的部分 以正和 以积甚 孙子兵法当中 被人最多误读的一句话 就来自于诗篇 诗篇的原文 有一句叫做 三军之重 可使必受敌 而不败者 积政事业 兵之所加 如以断头软者 虚实事业 凡战者 以正和 以积甚 故 善出积者 无穷 如天地 不结 如江河 忠而复世 日月事业 死而复生 四时 事业 生不过五 五身之便 不可胜听也 色不过五 五色之便 不可胜观也 畏不过五 五味之便 不可胜长也 战事不过激震 激震之便 不可胜穷也 激震相生 如循环之无端 熟能穷至 意思是什么呢 以正和 以积甚 最大的误读 就是很多人把 以积甚的积 他不念旗 念积 这是一个数学词汇 就是积数 偶数的积 在古代又被称之为 于积 多余的部分 正兵安排好了 接下来就是这些积兵 关键的时候来发挥作用 简单的来说就是 预备对 不读奇怪的旗 曹操的注解叫 先出核战为镇 后出为姬 镇姬就是一个先后的概念 不要一下子把自己所有的牌权打完了 总要留几张牌在自己的手上 关键的时候再打出去 两军对阵 先以正核 镇兵核战 就双方的主帅都在后面看着 到了关键的时候 投入一支预备队 然后决胜 这叫出姬至圣 但是大部分人现在都把它念成了出齐至圣 那姬就变成了齐 就将出对错了 实际上他应该读姬 以正核以姬圣 并不是孙子发明的 在孙子前的一千多年 仗就一直是这么大的 最早呢 有一部皇帝兵法 叫做卧齐文 又叫卧姬文 唐太宗李为公问队里面的军臣二人 讨论到这本书的时候 李静认为本是卧姬文 因为念姬嘛 传来传去 就变成了卧姬 姬器的姬 就用姬器的姬 也对 预备队呢 就是一个机动不对的意思 正核 姬圣 无穷如天地 不解如江河 千变万化 但是周而复始 就像日月一样 死而复生 像四季一样 不断的循环 来来回回 就那么几招 所以姬招并不多 是固定的元素 固定的套路 但用起来千变万化 就像声音 不过是功伤绝止语 五声的变化 却听之不尽 现在来简朴 大家来说 就是斗莱米法斯拉西 七个音呢 就能唱出所有的歌 是一个意思 色不过青黄红白黑 而五色的变化 却观之不尽 现在知道红黄蓝三原色 就能挑出所有的色彩 味不过酸甜酷辣咸 而五味的变化 却尝之不尽 全世界有那么多的菜式 其实味道都是酸甜酷辣咸 当中的某一味 或者是某级位的组合 所以战事不过激阵 而激阵的变化却无穷无尽 激阵互相转化 就像是圆环一样 无始无终 无穷无尽 李全的注解 叫做当敌为正 放出为机 正面的作战的叫正兵 挟刺里啥过来的 打侧翼的那都是激兵 正兵激兵往往就是这么安排的 但是这个结果不是原因 如果两军对了 正面战场他没动 侧翼先冲击敌人 等敌人乱了阵脚 大部队再压上去 这种情况 其实侧翼的那个小部队 反而是正兵 正面的大部队 反而是激兵 但曹操的注解概念是很准确的 简单的说 正兵激兵 就是一个先出后出的概念 如果当敌为正 帮出为机 那就锁死了 就没有办法互相转化了 所以激阵之变不可甚穷也 激阵相生 如循环之无端 就是这么个意思 激阵之间怎么相互转化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已经投入战斗的 就叫正兵 预备队呢 就是激兵 预备队投上去就变正兵 这个时候打下来的部队 撤下来又变成了激兵 所以是又能再上去 所以激兵就是还没有上战场的预备队的意思 有的书讲叫以正和以激胜的案例 喜欢讲李肃血液洗菜州率领的一支骑兵 打血天直到敌人的老巢 活着了无缘计 人们都期待这样的一场骑袭得胜 那个带有多爽啊 但是这样的得胜三千年就那么几回 这不是孙子兵法的价值观 以激胜的激被人误读为 齐席得胜的齐 还是贪巧求素的心理在作怪 如果要给李肃血液洗菜州 套用一个军事理论 不如套二战时期的那个叫战略重生 战略瘫痪理论 就一个大终身绕过敌方的防线 直接把敌人的中枢给打瘫痪了 孙子兵法有三个地方被人误读最多 一个是忌骗 前面说的忌是计算衡量的忌 不是奇谋技巧的忌 不是轨道 第二个叫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人们都想去知彼 不知道 主要的问题其实是不知己 要知己 就算不知彼也能赢 第三就是以正和以激胜 都想贪巧求素 齐席得胜 实际上 孙子兵法的以激胜的出击至胜 虽然也是出其不意的意思 攻其不备 但是分战法的那些排兵布阵 讲的是这个意思 而不是讲的齐席 讲的是正兵对抗 然后有一支预备队随时能够投入战斗的意思 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讲的军事当中的第一片 是不是有点无聊 但是仔细想想其实也挺有味道 我们下期再见